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想说一下 可以希望大家把那个摄像头也开了 那个麦也可以开 但是开麦的时候 希望大家小心自己的背景的声音 如果太吵的话 你就把自己mue掉 因为我在这里 我在我们学会讲课 都已经讲了十几年了 对吧 大家听我的课也听了 如果是老会员的话 也听了好久 所以我今天就想 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讨论一下 我们今天是讲 我们季赛的一些照片 所以我希望 大家听了我这么多课 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或者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就不要只是我在说 我们今天可以一起讨论 可以吗 可以吗 大家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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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支持一点参与一下 Amy 所以你不需要全部都不需要 你只需要留意一下 如果有些背景音太太吵 你把它mue掉就可以了 OK 没问题了 谢谢 那好 我们今天就开始讲 因为第一季跟第二季 我们的作品一起来讲 我选了几张也是不错的作品 然后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第一章 我希望大家先可以发表一下 先说这张照片好的地方在哪里 先看一下然后再说 现在可以随意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不要担心 没关系 反正都已经老会员都跟我十几年了 对吧 可以大胆说一下 地面是不是可以再多一点点 哪里多一点点 地面就是下面 地面 没有 我们先说它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在哪里 先说好的地方 你看到这张照片吸引你的地方 你觉得它表现得不错的地方在哪里 它右下角是不是有一个美国国旗 对 那这个呼应的挺好的 对 对 这个呼应的很好 这个自由神像跟这个国旗 互相的呼应是很不错的 还有什么好的地方 还有什么好的地方 那我来说一下 它好的地方就是 它这个层次处理得很好 首先是前景的这个自由神像 非常的清晰 而且轮廓比较清楚 然后 后边一层的云 它有一个 线条在这里也有一个形状 第二层 第三层 那个层次 一层一层排下去 细节的表现也不错 所以它这个光线的处理 还是很不错的一张照片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哪里 有点欠缺 我们可以修改的地方 大家再看一下 可以大胆发表意见 我觉得构图还可以再推敲一下 对 应该要怎么去修改呢 你觉得 我觉得它的主体 在这个自由理神 以及下面的云彩 还有那个国旗复印 那么相对来说 我个人觉得 那个左上角是不是有点多疑 对很好很好 对 对 它作者是运用中间构图 对称式构图 但是这张照片的重点是在右方 对吧 所有精彩细节的地方都在右下方 那相对来说的话 那相对来说的话 就是变成天空跟左边就 空的东西太多了 现在就变成是左轻右重 那个构图就有点不平衡了 那我们可以怎么裁呢 可以把太空的地方 可以把它裁掉 把细节展现的位置 可以多一点主体的地方在这里 我们这个构图不太适合做对称式构图 我们是应该要做黄金分割的 一个构图方法 然后呢 你裁完以后 你会觉得现在地下那个黑有点太重了 变成是头轻脚重 那就会有点影响 那我们可以往上再推一点点 把焦点放在这个黄金点 细节的地方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构图平衡了起来 平衡了以后 这样裁以后 跟 裁之前 大家可以做一个对比 是不是裁完以后觉得会舒服一点 构图上 整个画面会平衡了 也稳定了 那现在还要修改的是一些细节的地方 这些飞机 这个几个点我就觉得有点 乱 就是会影响了大家去看这个主体 我们可以 嗯 直接把它去掉 或者你觉得这个直升机还是不错的 你可以把它 把它 往下挪一点 在这条线上会觉得 太贴近它了 会影响这个主体 我们把这个 这一点挪下来的话 嗯 我在 Lightroom里这样弄就 步骤就会多了一点 如果在Photoshop也弄就 快很多 这样弄下来一点呢 你这个整个构头就是三角形 从低到高 最高点 最精彩的点 到往慢慢下来 这一点回归下来 整个构头是三角的 就整个 整个看上去就舒服很多 就不会跟在这里捏起来 太 就是感觉会影响你的视线 这样就舒服了 我们再看原来的 和修改以后的 对比一下 看上去 是不是就好了很多 那大家看完我的修改以后 你们有什么感觉 你们也可以说一下 你觉得还 哪里还可以改 或者 怎么样 我 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发表一下 因为 怎么说 只是听我讲的话很容易 这边耳朵进 这边耳朵就出去了 但是 你发表你的意见的时候 你就经过你的脑子去想的话 你就会理解的东西更多 我觉得刚去就把这个飞机也移过来 就做成一个三角形的感觉 把哪个? 飞机啊 这边 右边的这个飞机也挪过来一点点 就是说这个飞机是吗? 也挪过来一点点 就是一点点还可以 不要太过 太过的话就会变成 几个点很平均也不好 就是有松有紧 就是或者 这个飞机跟这个旗是靠近一点的 这个就离开一点的 这样就好 如果是我们分开 分点的时候 如果这里一个点 这里一个点 这里一个点 的话 就会很平均 所以我们分这个点的时候也要小心 这个点可以 这个点是因为它太边了 我们可以把它挪到下面一点点来 靠近一点 这个也很好的 对 那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那个自由 像那个脚械那里 那三块白色的要不要抹掉它 就是变黑了 可以啊 可以抹掉 可以把它 在Photoshop里好扫一点 我在这里就不扫掉它 Photoshop用那个 那个毛笔去扫一下 让它更深颜色一点 它就不会出来 因为它这个是前面那条船的 那个船帆吧 它应该是进了镜头里面 所以这个 做细一点的话 它应该是要扫掉的 对 还有吗 那没有我们就再看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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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发表一下 因为它这个左边跟右边都设计到有pattern在里面 我就觉得它这个左边的两个黑色的三角 跟这边的那个菱形都是复印的 所以它这个中间构图的话就是比较 比较合适 我蛮喜欢这张片子的 对对对对很好 对了 因为这张如果把它裁编的话 反而不好 反而不好 整个构图好像是偏了一边 这张的构图用中间构图是很好的 因为它摄影者把这个女神像刚好碰到在中间的位置的时候 很完整的表现了出来 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再裁多裁少 然后呢 它这里形成的一个菱形也是很有装饰性的东西 所以它这张图的构图 它运用了很多种方法 好像是支支型的一个线条的构图 还有对角线的一个构图和中间构图都有 对角线就是从这个片暗的地方到亮的地方 有一个明和暗的一个对比 还有这个对角线 还有支支构图都在这张构图里面 对吧 所以这张构图是很好的 但是细节我们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 那怎么调整 大家可以先给我说一下 你们觉得应该怎么调整比较好 我可能觉得会把那个自由女神的那个detail再把它刷一点出来 因为你要表现的主体还是这个自由女神嘛 是蛮不错的呢 我们蛮喜欢的 然后我不晓得这个片子要是做成黑白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是不是它的那个光线和黑白灰的关系会怎么样 听老师讲 对这个很好的提议 做成黑白也是很好的 而且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它有点灰 那这个主体还不够突出就是对了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调整 还有一些地方可以调整 大家看一下 再细看一下 这些都是很细微的一个调整 没有什么大 线是不是那个没有太大关系吧 我觉得那个线好像很不太平 当然那个好像没有办法调的对吧 哪个线 就是它是那个横杆上的那个线 还是它本身就是这个 应该对这个主体没什么影响 对这个横杆是没什么影响 反而如果太直的话反而不太好 那个自由女神是不是有点歪了 对这个是对的 对这个是对的 我们水平线还是要调整一下 我们水平线还是要调整一下 大家还看到什么吗 没关系的我们大家一起都这么熟了吗 一起来讨论一下聊天一样 对 右上边压暗一点是不是效果好一些 右上角压暗一点 左上角压暗一点可以对 对 大家都看到一些细的东西了 已经很好 再说一点 还有东西可以说 看到了吗 那我来说哈 挺多 挺多的 挺多的 我们现在分析一下 刚才我已经分析了他好的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下他可以修改的地方 可以修改的地方 首先看哈 下边的线条有点多有点乱 本来这里是很很明确的一个构图 就在这里了 下边的小细的线呢 有点太长了 我们可以把它压到这个底下 剩一点点就够 然后刚才也说了这个水平线是有点歪的 我们要把它调整好 调整好以后 地下留少一点一点点 有一个地平线就好了 你把地平线全割掉也又不好 好像浮在天空上不稳了 那我们呢还是要留一点点的地平线 不用太多 把重点放在正中间的这个 制度神像里面 裁剪好以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 调整 我们可以把 背景亮一点 因为它整个画面有点灰嘛 你看这个 只有神像的 虽然它 层次是有 最前面是最暗 然后中间是灰 然后最后边是亮 对吧 但是整个画面看上去呢 主体又太灰了一点点 那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调整 先把亮的地方我们可以调亮一点 然后Shadow的地方 因为我们这张照片不需要看细节 所以我们要把Shadow 调暗一点 现在 白的地方 黑的地方 你看 现在 经过 大家看到我的操作 在右边这里 把这些 调整一下 你看整个画面的那个灰 就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看回去原来的 之前没调整之前是比较灰的 然后调整以后 整个轮廓都比较明显 但是它前中后的那个层次还是会在的 不会影响它这个层次的一个表现 最黑的在前面 中间的是中段的颜色 然后后边是亮的 然后刚才小元也说了 这里现在有点亮 这个亮度很容易把眼睛抢到这里去 本来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是在中间这个地方 这个亮度呢 我们调整以后 我们还是要把它压一下 那压这个亮度最好的方法就是做那个按角 稍微做按一下 不要太严重 太严重这样子 我不太喜欢做成这个样子 就是很死板的样子 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大家做按角的话 就是淡淡的一圈就好了 不要说太清楚的一个黑一圈 这样 把这个角的最亮的地方压一下 那它的亮度就回到这个自由神像这里 那整个画面就完整了很多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比 调整之前 调整之前 调整之后 那整个画面就很完整了 对吧 这里呢就像 就感觉到是 因为是抓拍 这个肯定是抓拍 因为船在水里过得很快 如果你不赶紧拍 那个位置就不对了 那拍完以后 我们要细心的去处理这个照片 处理完成变成一张作品 那我们就需要我们细心的去想这些东西 我在这里 我讲课讲这么多 讲这么久 我一直都是强调是 一个思考的方法 而不是死板的去记住 这张照片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不是 我们是要总结一个思考的方法 去想 因为每张照片的光线 条件 角度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是应该学习的是一个思考的方法 去怎样去调整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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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大家还有没有自己其他的不同意见 或者有些什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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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安静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我们先说他好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每一张照片 看到他的好 也要看到他的不足 那我们先看他的好 然后在修改的过程 我们就要保留他的好 然后再看他的不足的地方 我们在修改的过程 就把不好的地方去掉 那我们先分析一下 这张照片好的地方在哪里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希望大家积极的发言 我觉得他是一个框架式的构图 就会把你的眼睛吸到他那个窗外的地方 那他窗外有很多的层次 从前景中景后景然后远山 就是一层一层的层次 所以我觉得整个画面就觉得很优美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种田园的广阔的都出来了 那感觉都很好 像幅画一样的挺漂亮的 嗯 对了 那我们分析他好的地方 就是 这个是刚刚过的一个季赛的主题 是大的东西做前景 对吧 的一个主题 所以他也是符合主题 然后远处的景色呢 也很细致 整个环境的感觉也表现得很好 天空也不会说灰灰的 或者就蓝天白白 蓝蓝的什么都没有 他的云也很精彩 所以从近景中景 远景都有很好的表现 嗯 然后那我们再来看看他需要修改的地方在哪里 嗯 我觉得我开的话我们可能会上面再多一点 下面上面 下面 是上面要少一点对吧 没有下面窗口的下面整个有点太上了 我可能镜头会再往上一点 就是说构图的时候上面多一点下面剪掉一点点 下边少一点上面多一点 嗯 这个窗口会不会太大 就是那个墙会不会多了一点点呢 墙会不会多一点墙还好 墙还好 如果太少的话你就觉得 好像他就是 那个 形状不够不够好看 他现在取的这个大小是我觉得适合 我是上不了上面 右上面的那个camera 听不到听不到 我说上面的右上面的那个camera 我能说两句吗 可以 他这个拍的非常好 就是他你看他前景把那个墙呢 他把那个层次也拍出来 不是死黑一片 非常棒 这个棒的呢 同时又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能看见他那个 他可能有监视器 还有那个灯 对吧 对对对 如果把那些灯要么就把它剔掉 没有那么分散你的注意力了 这样照片非常好 对对对对 你说的很对 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这些 这些上面的那个监视器那个灯 其实是会影响整个画面的那个美感 突然有这么自然大自然的好舒服的东西 突然就有一个监视器在这里 就那种自由感就没有了 那种浪漫也没有 那种浪漫也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 把上边反而是要把上边拆掉一点 但是拆太多也不好 这个边太边了对吧 那我们可以拆到这个 你看这条线是那个顶的这条线 我们就来到这个线就好 然后这个机器的话 如果你Photoshop可以的话 就用Photoshop把它扫掉就好 那上面拉下来以后呢 你会觉得下边会太多了一点点 那我们还是需要把下边弄一点点不要弄太多 太多也不好 你看太多就感觉很整个形状反而不完整 那我们需要看看这些妆它表现得很细很好 那我们拉上去的线条的时候 也不要去到这些妆刚刚好的这种线上面去 就感觉割得很整齐 就没有了这种原始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还是要 还是要把它裁一下 但是呢不能裁的 在正对着这条线 我们裁的时候呢 可以留一点点下面的砖 让它那个原始的那种感觉保留着 我们再看看这边好像多了一点点 右边多了一点点 我们就做细的一个调整 这样子 这样子裁 裁完以后呢 好我们因为 作为一个框架式的构图 现在觉得还是前景有点暗 因为主要吸引我们的地方 除了这些小花很好看以外 南瓜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南瓜看上去有点暗 那我们再调整 可以先把高光 因为 调亮以后呢 外边的高光不要太亮 然后阴影的地方我们可以拉一下 让前景更加清楚突出 白的地方可以加一点 加点黑呢 是 让它的 不要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要加多一点 有时候要 只是轻轻拉一下 因为如果太重的话 就会很死 这个黑色 所以我们调的时候 没有说 准确的数字 在这里 没有的 每一张照片出来的数字 都会不一样 那只能 靠自己的眼睛去看 去分析 可以按一点点 让它增加它的立体感 然后整个画面可以调亮一点 颜色可以加一下 调整以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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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把摄像头也弄掉了 那这样整张图看上去就 主体就更明显了 对吧 那我们再做一个对比 好 好 好 对 好 好 对 好 好 这一张修好以后 就像一个poster 一样 对吧 可以挂在餐厅上 餐厅里面 很舒服的一个景象 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觉得可以修改的呢? 或者哪里你觉得很好我还没说的呢? 大家发表一下 能不能够给树加一点绿呢?好像亡了一点 可以整个调子是有点偏黄的 这样子看上去就更自然一点 在这个色温这里可以调整一下 这里又太蓝了 我们一点点刚才这个有点黄 这个就像日落的感觉 这个就像白天的感觉 我在这里操作的时候 那个过程大家是看得到还是看不到? 看得到 看得到 那个变化是看得到的 因为我怕那个网速跟我操作的那个时间会有时差 还是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这样还好 因为我看到你怎么操作就自己就讲我 对 因为用Live Run的话就比较简单容易做 Photoshop的话自己要还是要认真的去学每一个工具 相对Live Run来说 Photoshop会比较严谨一点 所以我们还是用Live Run来讲比较简单 对 我有个想法就是 顶上就好像小了一点 如果用Photoshop 用Photoshop 可以加高一点吗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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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高一点 因为这里已经是木头了 所以我就 踩的话就只能踩到这里 就能不能够把 对 如果你用Photoshop的话可以用那个图章 把它印高一点点 但是也不要太高了 最多高这么一点点也就差不多了 对 好的 嗯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吗 嗯 那我们再讲下一张 好 这张照片 我们先说他好的地方在哪里 嗯 大家先看一下 然后 我希望你们自己去发掘他的好 这个都看得不太清楚 是一个桥吗 还是 嗯 他是一个桥 然后他做了 我不知道是刚好光线照到那个桥变成有金黄色 还是他后期做这个因为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我不敢乱说 但是他是这个光线是特别的一个光线在桥上 然后被整个背景是暗掉 蓝掉 那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可能是前边峡谷有一个一条缝刚好太阳照进去也有这种可能对吧 因为他是从高处拍下去嘛 有可能是峡谷下边有一条缝 太阳就从那条缝里进去了 所以旁边都黑 只有那里是亮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Photoshop做的可能比较大一点 这个是蛮神奇的呢 就是看见这个景观蛮神奇的 但是就不知道自然就是真实的情况 跟这个有多大的差别 我就在想他的光是怎么来的 对 对 有点太猛了 我的感觉好像有点太均匀 又那个不知道 但是抛开那个真实跟现实环境的条件来说 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品去看这张图的时候 你觉得他哪里比较好 他这些线条还有他这些对比 对 对 对 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光影 他的阴暗的处理 对 对 他好的地方就是 他有用这种冷暖的对比 对 去突出这个主体的存在 对 如果你整个都是蓝调的话 根本没有人看到这里是一条桥 他就是需要把这条桥 作为主点去突出 所以他做了一个冷暖的对比色 把主体突出来 所以这种操作方法是很好的 这种设计作为图片的一个设计也是很好的 然后他这些细细的线条 他的分配也比较舒服 不会说很平均 也不会说很密集 对吧 他前边有大的线条 然后后边有细的、缩的、密的 互相交错 这样子看上去就会比较舒服 那他可以修改的地方 你觉得他有点不足的地方是在哪里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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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发表一下 你觉得他这里可以修改是哪里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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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肚图上面 是不是多了一点 对 很好 必要说的很好 这个空位有点多余 对 还有呢 有光的那个是不是主体 是 它就是用这种方法 把主体突出 可是会不会太低了一点点 好像太小了 你也看到 就是在构图上偏低了一点 觉得很 好像不太舒服对吧 上面空位太多 下边又很紧 压得很紧 大家都看到主要的这两点 那我们可以开始说一下 上边这个 因为也看不到细节 也是大面的一片 所以变成它存在的意义 就没那么大了 然后主体的话就感觉压得太低 比较难受 那我们可以把上面的空位 缩一点点 那相对来说它这个主体就往上提了一点 虽然它不是真实的上提 但是因为压了以后你会觉得 整个构图上它是提升了一点 好像还是很低嘛对不对 对啊因为但是它拿的角度我们已经没办法改它 但是在或者它站的地方已经是用的最近的一个角度了 所以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只能在其他的位置去平衡它 尽量尽量让它不要压得太紧太低 那我们可以左边踩一点 上面踩一点 把整个这个线条集中在整个画面上 我们看一下 它踩减前跟踩减后 踩减前 踩减后 那踩减以后那个感觉也舒服了对吧 而且它踩减之前这个亮点 是我是觉得没必要存在的 它会让你的眼睛一下子跳到上面去 而跳上去的意义是没有的 它反而会影响整个画面的一个整体性 所以我们还是把上面踩掉 踩掉会好一点 然后呢再看一下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画面 因为要看的地方是这些 除了这个主体 除了这个主体是表现主点以外 其实整个画面是要我们去欣赏 这些细细的线条 这些错终复杂的一些图纹 那我们就需要把它更明显一点 更突出一点 可以整个画面的亮度可以调整一点 因为我是在它调好的图片基础上在调的话 它暗部的细节不会出来的 因为已经是很细的一张图了 如果在原稿里边调的话会好很多 这个大家就理解了就好了 这个可以调整一下 调整完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图的主点突出了 然后要看细的地方也看得到 对 最后我们可以做一点点 对 我是用手提电脑 所以那个屏幕太小了 我又转来转去 可以做也是可以做一点点按脚 不要让脚上边的那些亮度太亮 一点点就好了 还是一点点不要做成这个样子 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调整好的 调整好的和调整之前的一个对比 调整之前呢 上面有太多空的位置 主体压得太低了 然后 整个画面应该表现细节的地方还是太灰暗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经过调整以后呢 整个画面就 可以欣赏的东西多了 然后主体也能还是能突出 这张图跟我们之前这张图就不一样 这张图是不需要看暗部的一些细节 这个不需要 这个我们只看它的剪影 对吧 但是这张图呢 我们需要欣赏的就是它这些细节 所以每张图的要求是不一样 我们要看现实 你拍的东西是需要表现什么 要自己去分析 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还可以修改的地方 或者有一些我看不到的地方 大家可以发表一些 大家没有补充吗 有吗 我就觉得这个细节拉亮了以后呢 就很看着看上去很舒服了 就暗部拉亮那些细节出来了 看上去很舒服了 对对对 非常好的一张图片 对因为这张图就是看细节 如果没有细节的话 这样图就没有意义了 我去看那条桥的话 因为它太细太小 太低 对对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一张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大家先看到好的地方 我们需要保留的地方 是哪里 我们需要保留的地方 所以说一下没关系 我们互相交流 这个木头的detail啊 还有坐着想表现的这个框里面 框式构组那个中间里面的那些景象 都是蛮别致的 色彩也很舒服 但是我就觉得特别堵看了感觉 对不错 还有吗 大家再看一下 这张图是我们刚刚过的这一季 是前景是大东西 然后主体是比较远的东西 那个地方 那大家看觉得它还有哪里比较好 我说一下 听到吗 听到 这个树头的形象非常好 好像有两个动物 一边左边那个像个豹 后面那个像个老鹰 这个真的非常好 很难得的 对啊 很难找到这样的树头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树头的形象很好 这个像一只海豹 我看上去就像那个海豹 这个是它的头 鼻子在这里 胡须嘴巴在这里 眼睛 都很细致 那个脖子 然后它的身体 翘起来的尾巴 整个看上去就很 很生动的一个海豹 作为前景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景 那我们需要修改的地方呢 那大家看一下 修改的地方是在哪里 哪里影响了我们去欣赏 这么好的一张照片的地方 在哪里 下面两条木头 多余了 对对对 因为下面两条木头就有点 好像跟这么细致的这个树头 有点风格太不一样了 这个太随意 这个是对的 那前面这两条木头 这些砸碎的木头呢 其实是影响了 整个画面主体的一个注意力 因为我们会被前景的这些东西 给拉走了我们的视线 这个主体反而变成不重要了 而且这个框式构图的那个 完整性也不会被这些 零碎的东西给破坏掉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修改 可以踩到边边上也没关系 连连有余说的这个樱头呢 那我们也可以不要 因为樱头下边 太乱了 我们不要 好 然后我们的水平线可以留一下 因为现在是以这个圆圈里面的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主点 这个是一个框框 你也作为一个框式构图的存在 那我们是要需要把这个作为主体去 我们可以压下来一点点 因为如果这里已经踩到这么边 上面就很空了 那我们还是要压一点点 过来一点点 然后调整一下水平线 让这个房子 不是这个房子 看上去很像房子 把这个远处的这个主体 调的比较正一点 不要外掉 那看上去就会 整个画面会舒服一点 我们要调整以后 还是要做一些细的调整 这样弄了以后呢 你会看到比较 这个主体会比较明显 然后更加突出 然后整个圈圈往里面看呢 好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就像我刚才看到的感觉 就是一个小房子在很远的地方 然后 有海岸线 海浪 云 或者你可以看成这是云 这个东西 看上去就是另外一个童话世界的感觉 但是其实它是另外一块木头的吧 那作为我们上一期的这个主题来说 这个前景的大块的东西又很好看 然后圆景主体小的东西又能够突出 又有另外一番风景 所以把前边杂乱的东西拆掉是很有必要的 调完以后 拆完以后呢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调整 那在色调方面 那大家先看一下 你觉得它在这个整个色调方面需要怎么去调整呢 前面暖一点 就是冷暖对比比高一点 因为现在整个色调就偏蓝 偏那个 好像有点偏色吧 有一点点偏色 我们需要把它调整一下 而且就是立体感还不够 现在感觉是在一个平面上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还是高光还是要压一下 我们做的 其实做的动作是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那个数字的多少呢 要看每一张照片出来的效果 不一样 你调整的地方就要不一样 好像刚才我加白的地方有些照片只是加一点点 但是这一张呢 因为我需要增加它树根的这个质感 那我需要它白的地方夸张一点 硬一点 然后黑的地方可以黑一下 增加它的立体感 你看整个这样 调整了一下以后 这个立体感就出来了 是吧 就已经很明显的 跟之前不一样 然后我们可以 因为蓝天的话 我们还可以用一点点 作为那个色温可以调整一下 调到你看上去觉得舒服的位置 自然饱和度我们可以夸张一点 夸张一点呢 就因为我们这张照片不需要说弄得像很真实的那种感觉 我是需要把它调的好像一个同化世界的那种感觉 有一个动物的框框 然后走进去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这种很同化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的颜色也可以夸张一点 所以饱和度啊 那个自然饱和度也可以夸张一点点 这个没关系 那做完以后也是了 因为边边上很容易就会比主体还要亮 那还是做按角是我觉得是有需要的 经常会有需要 因为可以更加突出主体 但是也是一样不能做太黑啊 做太黑就不好看 只是把抢眼的东西压一下 让整个画面更集中一点 那我们修改完以后 这照片是这样 因为它是小图啊 所以我裁完以后 它中间的这个东西就化掉了 这个就没办法 因为我们不能追究这张图的细节 因为我收到的已经是小图 小图再裁的话 细节就很容易糊掉的 但是它原稿去做的话就会很好的 我们看一下修改之前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就很明显了 修改之前修改之后 修改前呢 你会看到它很有趣的地方 但是因为有前边这些杂乱的东西影响了 你会可能会第一反应会觉得 哎太乱了 找不到什么东西 我要看什么东西会找不到 但是裁剪以后 做了整理以后 那整个画面就很清楚的告诉你 我要表现的东西 我要你看的东西 就会好很多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 觉得还可以修改的地方 这个修改了以后就非常好了 就把人的注意力都看到的图面上 把那个乱的木头 全部都删掉就好 然后深化看看这个岩石那个海报 哇就更加活跃更加猛 然后里面的一个那个童话故事 就慢慢就可以看出来 对对对对 非常好这个图 来了以后看起来 修改后 那个岩石 然后那个豹的身上好像有一点光 这个光就非常漂亮 对所以我们 我们有时候会错过一张好的照片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考虑的还不够周到 如果我们考虑周到了 想的东西多了 把它更精致 而不是一种记录 我们是要做一个作品 不是一个记录性的东西 我们我们不是新闻记者 新闻记者就一定要真实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是说不真实 我们只是把 嗯 它要表现的东西更 更完美 更细致 对吧 好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张呢就是我们几年前去的 我们秋天每年秋天都都会有一个大活动 三天两夜 大家都每年都很期待的一个活动 可以交到新朋友啊 可以跟老朋友玩几天啊 大家都很开心的一个活动 嗯 因为但是因为这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没得去了 今年我们也不敢去 太那个病毒太恐怖 有点不敢乱来 那希望我们明年可以 这个活动还可以继续 那这张图大家都有趣的会员 大家都很有感觉 那天的雾气很好 嗯 大家先看一下 你觉得它好的地方在哪里 可以先说一下 嗯 發表一下 嗯 水天一色呢就是有导引有有有有物 嗯 嗯 对 对 就是气氛是很好 水天一色 对了 很舒服看上去很安静的感觉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可以修改的地方 够足 嗯 够足 水太多了 然后那个边上最左边的那一小块画面感觉不完整 嗯 对 还有就是色彩有点过于饱和 难得有点怪 嗯 嗯 嗯 我想怎么样能够把那个雾气提起来 把涂出那个雾气 那个雾气 我经常说很多构图不太适合把东西摆在正中间的 但是我们很容易经常拍的时候就把主体放在正中间 放在正中间中间构图的那个对称式构图是很难做一个平衡的 不是每一个构图都适用的不是每一个地方不是每一张照片都适用的 所以这一张呢 其实是不能把主体放在正中间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这里是主体大家都知道 但是左边的这一块小东西呢 它又有细节又亮度又比主体亮 所以很容易就把我们的眼睛 其实你打开头第一眼是看到最左边的这一堆东西 这个房子啊 这些东西树啊 这些 对吧 就反而你把主体放在正中间 本来你是想哦 这是主体我就要放在正中间 对吧 但是反而这样的构图呢 会让人家忽略了你的主体 把旁边没用的东西反而跳了出来 所以这一块东西是没有存在的也必要的 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裁剪 而且这个岛呢 这个小岛也是在整个图画的画面的正中间也不太好 我们如果水面的细节比较多 我们可以要多一点水压一点 然后旁边直接把它去掉 那这样以后呢 留一点点这个云的这个亮度我们可以保留 因为这样采完以后整个画面会方了嘛 方了以后我们还是需要做一点点小修改 把它提上来一点点 那整个画面的主点是在这个黄金点 你会看上去会舒服一点 然后看一下我们 你看这个调整这个水平线这个是很好的 因为你一点进去它就有很多格子 让你看那条线有没有在一条水平线上 调整以后 那画面看上去就整个构图你看干净的很多 对吧 整个那个临近的气氛就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调整的就是它整个的色调 还有它的亮度 我们可以把整个亮度调加亮一点点 然后高光因为加亮以后这个高光 很容易爆哈 所以我们需要把高光压一下 暗部可以亮一点 然后如果压了高光以后呢 整个画面会容易灰 所以我们需要把白加一点点 黑的地方压一点点 这个就不能压太黑了 压太黑就会 剩下这些暗的地方就会很死 死黑死黑的就不好看 只能压一点点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下颜色 加一下饱和度 因为也是刚才说的 因为这是小图在裁的话 它这些树的细节是看不到 但是如果它圆图去裁的话 就会好很多 那我们看一下 对比一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然后也可以做一点小暗角 因为这个几个角的亮度还是比较跳的 我们尽量集中把亮度集中在主体上面去 那我们也可以做一点点小暗角 其实操作的方法 其实就那几步 但是调出来的照片 你就会觉得舒服很多 调整前 整个画面不要灰暗 然后因为杂物这些东西多了以后 反而影响了整个画面的清静 调整以后呢 整个画面就精神了很多 舒服了很多 看到阳光看到希望 这个调整 对的 对的 那你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或者你看到一些什么觉得我还没讲出来的 大家发表一下 那个白的是不是有点太死白了 如果在road data里头 是不是能够再调点细节出来 应该可以 因为他这个我们投稿的照片已经很小了 我就没有再修改的余地了 所以他在他原始照片上面调呢 应该是能调好的 我这里调会有点硬 因为已经是没有余地给我再调了 所以大家调整做照片的时候 一定不要把原始的文件给删除掉 或者把修改好的照片就覆盖在上面 原始的稿没有了 那你就很惨 因为你会一天一天的进步 你的Photoshop 你的构图 你的色彩感觉 肯定今天比昨天会进步 每一天在进步的时候 你看到一张你自己很喜欢的照片 却没有了原稿 你没办法再去修改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原始的那张照片给删掉 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修改以后就要另存 不要把原稿覆盖 对对对 一定要另存 好 好 记得记得 我想讲一下可以吗 可以可以 在原图里面我想这个 这个主角 他飞行 他面向好像往左边去 如果我不把 那边那个小那个 把它劈掉 但是我保留他的水跟天空 然后我把右边的山 上去一点 那可能会 耶 可能会 那个 那个井会 会不会好一点 你想这样子 耶 然后把这个 右边 左边那个 把它劈掉 哦 这里劈掉 啊 因为这个主 那个主角的飞行是 是上左边嘛 那可能会 感觉上会好一点 因为 因为 飞行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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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我在line room里面这样做的话 其实是很粗的哈 不要不要用我这种方法 如果放大的话会很明显的 所以我只是在这里告诉你 你可以 做 但是细做的话 我 我还是提议大家要 细致一点去做这个 这个修图 我主要是想 你可以修掉 我主要想叫做 这个主角的飞行上 左边嘛 应该左边要比 应该比较多一点 对 可以 但是 对的 这个 你这样想也是对的 因为这个形状的 这高低的一个走向哈 是从这里斜下来 所以 那这边的空间要大一点 是应该是 会 好一点 舒服一点 但是你看这这边柴的话 也不会说太 呃 呃 太唐突 也不会 因为这里的三 其实也是 有点细节可以看的 不会太单 这边也好 那水 那水下面 这边 所以我就说两边才都可以 那你Photoshop不好的话 你就 不去弄 你看我现在 随意的弄一下 还是很明显的一个痕迹 这边会深一点 这边会紧一点 对吧 对 如果你要细去做的话 还是如果你Photoshop好的话 都可以试 其实两边都不错的 这边呢就不要 不需要做太多的东西 只是 基本的调整 就Photoshop的要求不会太高 但是也能出一张好的照片 谢谢 我只是说说自己的想法 对你这样想法很好啊 你这样想法也很好 你看这张这样看上去也是很舒服的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吗 那我们再说下一张 这张大家先看一下我很喜欢这张 这张 先说一下它好的地方在哪里 外面很生动呢 它的那个动感也有 两个鸟在里面互动 在里面导引色调都蛮美的 对 它的水的虚影啊 那个后边树的那个虚影很好看 然后前边的那个水影又很舒服 整个画面互动 它们两个互动 然后在安静之中又有动的东西 所以就看上去很有生命力 但又不会很刺激那种很舒服的一种生命 真的表现在画面上 嗯 那可以修改的地方 构图 嗯 构图 构图可以怎么看 上面我觉得保牛那个树影 还可以剪掉一点点 多了一点点 水平线稍微调一下 然后水波的那个detail 可能我会加强一点 前面的那个水的那个波纹 嗯 嗯 嗯 你的构图是这样子 对吧 嗯 太多了 对可以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嗯 太多了 这样会好一点 嗯 嗯 对 这样也不错 嗯 嗯 对 然后呢 我会把那个主体 把那个鸟再提亮一下 它的那个detail翅膀 然后前面水的波纹要提一下 嗯 嗯 还有一个就是感觉那个氛围 对 对 你说得很好 我也是很喜欢它的水纹 但是也没有跪到这样子啊 嗯 我们原来50 那天50多块过来嘛 对啊 所以回去的话 嗯 不好意思 哪位会员 如果你说话 这个现在显然是不对的话 把你的mind撵掉 嗯 嗯 Amy Taxi Taxi Taxi有价钱吗 嗯 Amy 就有Mai Miu就很 Taxi有价钱的一把声 嗯 我这里有一个Taxi 好 开始哈 我们 嗯 可以 我自己个人哈 因为刚才May说的也很好 嗯 她的感觉跟我的感觉 其实差不多 但是我会 着重于 喜欢后边的导影 多于前边的导影 因为后边的导影有变化 有疏密 我会保留后边的导影多一点 然后水 前边的水影嘛 因为是比较平均的一个直线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可以下边少一点 上边留多一点 然后 因为这个空位也是有点多余 没有细节 可以看我们可以压到这个边边上 然后 现在压完以后整个构头是会长了 长了 而且这个鸟会太中间 那我们需要把它移到这个黄金的点上 会很好 那看上去整个构图的 就会舒服很多 嗯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哈 拆减前 拆减前 拆减后 虽然修改的不多 但是你整个画面看上去就 会舒服很多 会舒服很多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细节的调整 亮度可以加一下 因为也是有点灰 这个高光的影响不太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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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shop的话就可以抠这个出来 整个立体感可以出来 色文上可以看一下 如果调整不同的色文会有什么效果 因为其实玩这个后期也是挺好玩的 有时候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就跑出来 这里只是细细的调一下就好了 就整个画面就已经很舒服 我们再看一下调整之前 跟调整之后 那画面就会更有那种日出生命力在展现的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环境出来 大家还有什么可以发表一下 我想请教一下这张照片很漂亮特别色彩又简洁 它那个树影在日出的时候照在水面上不是彩色的是这种金光啊 这个可能是它水面瘦 因为日出嘛 那个整个或者日落 我现在不敢确定 它阳光的颜色会有暖色掉 可能是日落吧 日落暖色掉会多一点 日出就冷掉会多一点 但是现在因为我不在现场很难说 但是它整个调子整个色温 那边会完全把那个环境给颜色会改掉 因为它没有拍上面的树 所以它的色彩不会影响到下面的水 可能那天的水的那个纹路 你看它是比较有动感的水 不是很安静的水 所以它会这个颜色的反光反而会少了 整个调子的出来就会更统一了 所以应该是环境光线的影响 但是它那个白鸟有印在水面上有白色出来 但是树上一点颜色都没有 是不是经过什么处理呢 或者当时那一块特别暗 经过处理 也有可能是经过处理 但是这种调子的话有可能会出现 有机会会出现 因为我不在现场 这种情况我就很难说一个确定的东西出来 画面好干净 它是有机会在自然界里出现的 不会说一定是要改掉它 或者怎么样 很漂亮 那我们再说下一张 这张照片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它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 先说一下 色彩很漂亮 还有那些水珠都很好 水珠啊花的形状啊其实都很好 那不好的地方呢 其实对比 我觉得它这个花的构图 构图觉得值得推敲 好 对 这个构图就 我不要严厉一点 这个构图就可以说是很差的一个构图 为什么呢 因为 花是 我们心目中的花是很 很可爱 很喜欢 很浪漫的一个东西 但是 它把这个花就直直的放在中间 如果说要完整的一朵花 但是它又没有东西陪衬 旁边都比较空 也没有 你说拍镜物 我们有花瓶有叶子 有花瓣 陪衬在旁边 那又不一样 它就是这样一朵花枝枝的 就在画面上 如果 这样看的话 就感觉是 就是 太普通了 没什么好看 但是你细看的话 它其实很多精彩的东西都在 你看这些花的形状 这些层次 水珠的分布 其实都很好看 它的细节是很好 梳就梳在构图上 那 这朵花我在宣传的那个poster 里面都有做了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需要怎么去调整它 其实就是保留最精彩的地方 这些没用的东西 旁边这些没用的东西 完全就可以裁掉 不要浪费了一张好作品 可以直接裁到很 然后 你看裁完以后 这样直直的也 比较死板 没有那种 花朵的焦滴滴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摆一下那个水平线 才高一点 用 慢慢去调整 你不用说一下子推到哪里 哪里 所以我们是前前后后这样 调整 调整到 自己觉得最舒服 最好看的角度 才算完成 不用急 现在这样子 感觉还不错 你看裁完以后 整朵花出来的 艺术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是吧 已经不需要去调整什么 最多就是 弄一下它的鲜艳度 或者怎么样 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张 跟裁完以后 完全出来的感觉 就完全是两种风格 是吧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浪费自己拍的好 好的照片 精彩的东西表现出来 嗯 对 然后精彩的东西你要看得到 然后没用的东西 也同样重要 你一定要看得到 看不到的话 你就很容易把没用的东西 都收到你的作品里面去 反而影响了整个画面的效果 所以 懂得看不好的东西 很重要 那我们裁剪以后 可以看看它的色调 可能会觉得有点 偏沉了一点 那我们可以 加红一点点 加红一点点 让它厌一点 选择玫瑰的热烈 看上去就 会更好 更好看 你看 只是 你看它本身已经拍得很好 这些水珠的表现 这些水珠的表现都很好 就是唯一 就是构图 构图 影响整个画面的效果 大家从这朵画上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为什么我们 我们学会的课程 你看 我差不多每隔两年 每隔两年我就会 讲一次那个构图 就是希望大家从中 有一个比较 变成是自己思想一部分的一个概念 然后把 把你的作品表现得更精彩更好 所以构图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再看一下 还有 这张 好 下边这张 这样照片也很好 大家可以说一下它好跟 可以修改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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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说 现在有点晚了 她好的地方就是 这个女孩的动态 表情 都配合的比较自然 比较舒服 然后大光圈的运用 主体很清晰 前后虚化的很舒服 整个调子都比较好 这张照片我们需要 表现的是少女的 青春浪漫的一个气氛在里面 所以如果这张照片做成暗调的话 就不合适 所以我们要调调子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根据照片的表现的风格 我们去调整 它是需要做亮的一个画面的调整 所以它本身已经是很不错的 只是说有点 还是空间会大了一点点 我们可以把 整个构图还是松了一点 我们可以把主体集中一点 突出它的人物的状态 我们可以稍微把构图压紧一点 你看压紧一点以后 外边的这些零碎的东西太多 太花眼的东西去掉以后 会觉得整个画面更集中 然后主体 女孩的那个精神啊 那个状态啊 她眼神给你的那种感觉 一下子就出来了 是吧 对 然后调子上我们还可以再做亮一点 因为它是浪漫型的一个照片 少女的梦幻在那里边 如果你做的不够亮 反而会没精神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做亮一点 所以高光的地方可以 再弄夸张一点 就是这些高光的线 可以再夸张一点没关系 高光还要提一点是吧 这里高光我没提 但是白我提一点 因为我怕再提的话它会爆 你看这个样子就会爆很多 但是压一点点高光 但是白我把它提了 就会这种过度会舒服一点 风透 然后那个 饱和度反而 可以加一点点不要太厉害 太厉害就过了 要一点点 要那个花的鲜艳 表现出很精神的状态 所以就是少女的那种青春感要出来 这样弄完以后 这样弄完以后 对 我们还可以 刚才我们一直做黑边 这里我们就可以做白边 因为如果做黑边 就很不适合这个画面的风格 我们做一点点 但是也不要 我不喜欢 很多人喜欢做成这个样子 一个白圈圈在这里 我觉得不太好看 很不自然 我们做 做是做那种气氛 而不是做一个框给它 没有这种必要 我就加一点点 虚虚的白就好了 就看上去感觉就很浪漫就好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原来的和修改以后 是不是整个画面那种 那种气氛就很容易出来 好漂亮 谢谢 好漂亮 那我现在讲的修改的图 我觉得基本上差不多这几张 那我后边有两张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来分析一下 哪里好哪里不好 我这个就没有怎么做 你看这张 好的地方在哪里 好的地方在哪里 很明显 有问题的地方在哪里 好 大家来说一下 这张是 这张是 这张是有点太过曝呢 个人感觉 还有呢 那个树 左边的树太大了 那个阴影 那个绿 那个阴影做的不够真实 真实 对 对 还有那个 角的颜色是黄色的 色彩上跟那个身上的颜色 就是觉得那个 不知道那光是怎么会出来的 嗯 嗯 他这张图肯定 做就肯定是做的 但是做的好不好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他是做的 这个 让人看上去很不太舒服 本来他这个背景 就很不错的一个层次 有前景是最 最真实的前景 然后中间的灰一点点 然后渐渐远去 就是那种深度是有的 那种观感是有的 做的背景是很好的 就是这个路看上去就很难受 你会觉得他好像就这样 剪纸一样贴上去 这个边线很硬 对吧 这个光给他的 这个阴影很硬 其实他可以虚一点点 然后只有路有阴影 但是他这个阴影呢 做上去就很不自然 做了阴影 还感觉好像漂浮在半空中的那种感觉 所以很不自然 而且只有路有阴影 这些树就没有了阴影 对吧 就是我们 我们打沙龙打比赛 如果是open session 就是公开组的话 是允许做照片 只要是你自己拍的就可以了 你可以做从这个天那里 那个天那里 没关系 但是要合理 要看上去舒服 对吧 这张就我就觉得好多奇怪的点 所以然后如果 我再说一下 如果我们打比赛 我们一定要读清楚 每一组比赛的要求 如果写的是公开组 open session 那就你怎样做 都没关系 都不会犯规 但是那些专题啊 有专门要求的 你就一定要细心的去读 每一个比赛的要求都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来说 如果你去打自然组啊 旅游组啊 新闻组啊 这些比赛 肯定是不能用Photoshop 去加剪一些东西 只能做基本的裁剪 光暗的一个细微的调整 如果你调的太夸张 他也不行的 他也会把你飘掉的 所以我们如果参加比赛 就读他们的规矩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每一次我们继赛 其实我们会里的继赛 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的一个比赛 我们继赛有open session 也有那个专题对吧 open的就是你怎么弄都可以 但是你要弄得好 弄得舒服 弄得边看上去好看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技术 但是专题组呢 你一定要细读每一次专题组的要求 我都会写的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都要细读一些规矩 从我们的继赛学习怎么样去打国际比赛 我们的继赛跟国际比赛的水准是很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的会员都是很厉害的 我再看最后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大家看一下 我不说怎么样的 我们先去分析一下它是怎么样的一张照片 我先不表态大家看上去的感觉是怎么样 这个背景人是挂上去的 没关系说一下 人是挂上去的 没关系说一下 人是挂上去的 他做的 应该不是 他是现实 坐在那个楼梯 石梯上面去的 但是他肯定是有Photoshop把它做成一个效果 在右手里是怪怪的 怪怪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 主体的服装的颜色跟墙的颜色混在一起 感觉有点不知道看哪里呢 图图的话 我可能会把小姑娘整个往右面走一点 这样比较适合视觉习惯 这里我就要讲一下 其实呢 他这张照片呢 是更 这是用Photoshop去做的一张图 肯定是的 但是他做的很有绘画的感觉 像那个铅笔画 铅笔画的感觉出来了 所以 其实构图上我觉得他运用的很好的 他是利用这个庄的这个墙或者楼梯 因为他淡化了整个背景 所以我不确定他是什么 但是肯定是一个庄墙或者一个楼梯 他的构图呢 为什么他会把右边空了 左边放很紧呢 第一是因为这里的气条 这里是一个斜斜的对角线 但是他不是很斜 但是只是有一点 从最窄的地方一直慢慢过来 过来 过来 过来到这里 他是一个运用的很隐藏的一个对角线条 然后呢 为什么他这里要空呢 因为他整个身体的取向 是S型的一个很美的身体的表现 身虽然是像这边 但是他的头是看这边 所以他眼睛是看这边 所以他把右边作为一个空的地方留白呢 是很合理的一个构图 所以他这张照片不能说很完美 但是他整个构图啊 设计啊 整个处理啊 整个处理啊 其实是很很讲究的 也处理的比较合理的一张照片 但是如果细节的话 可能会他有一些photoshop的痕迹 会在里面 就是黑白 这里他已经把背景弄成黑白了 只留下脸和手是有肉色原色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过度 我没办法放大 因为放大也出不了了 可能过度我不知道他做的好不好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 他是表现的很不错的一张照片 好了 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收益吗?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 但是希望你们在自己拍照片的时候 可以就是按照我今天讲的这种思考的方法 你拍完以后 拍的时候肯定很激动 可能会想的东西还不够做到 但是回来修整的时候一定要想好 你这张照片是想保留什么地方 好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一定要看得出来 然后要把它怎么样去处理掉 这个一定要去用精神去想的 不能偷懒的 谢谢会长 谢谢 谢谢会长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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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辛苦辛苦 老师辛苦了 老师 那我们下个月还有很精彩的讲课 我下个星期我会出那个通告给大家看 谢谢会长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那晚安啦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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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 是